哈囉大家好我是皮特寶藍好久不見了 各位來我們這次如果有看官方的話 應該有注意到他兩個小錢三個小錢 終於他PO了那傳說中的BOSS擊破 不過他遊戲的翻譯很像叫做什麼 發送BOSS嗎 對我們遊戲影片叫BOSS擊破沒錯 但是在YT上面他寫的是發送BOSS 好啦我覺得又是那很可怕的 記憶翻的狀況就對了 好啦還記得現在唯一類RT 很像有世界BOSS的是球球吧 還是其他也有 可是我目前有換過有玩過的是那個球球 但是球球的世界模式算是一個 我用一個隊伍然後呢不斷的去攻擊那個BOSS 然後那個BOSS呢會所有BOSS的技能 對但是我們要從中去累積我們的傷害 讓我們的傷害到最多去跟別人比賽就對了 但是我覺得我相信RT一定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一定有參考一定也看過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到這麼簡單就對了啦 好啦看一下他簡短的PV呢是看不出任何的預靠的 他這次藏的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他就只是用一個短視頻YouTube的內建的功能 然後前面介紹了一下他簡單的 原本的隨機競技場 單人模式然後還有什麼 鏡像模式目前就這三個嘛 他團隊是沒有團隊是額外的嘛 每天三局 然後呢最後就是咱們的BOSS擊破啊 那我個人覺得 會不會就是每關都是BOSS 然後就是像協同這樣子 又或是說 玩家可以操作BOSS 可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對我就說到底啦 他的遊戲性還是一樣喔 我召喚骰子 召喚骰子出來之後呢去打別人 對去打王或是打什麼東西 應該不太可能說玩家可以操控其他東西 因為這等於是完全是另外一種遊戲模式 所以說到底啦 還是召喚骰子 還是打怪物 還是打王 一定是打王 但是怎麼去打王呢 我確實想不出 跟那個球球以外的玩法 我可能界定已經在球球的玩法 你知道嗎 又或是太多世界BOSS 都是這樣子玩的 很多遊戲的世界BOSS呢 都是出了 然後大家瘋狂一打他 然後呢累積排行榜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希望RD應該不會是這樣的 拜託不要只有這樣 如果只有這樣子的話 很明顯 放太陽 放月亮 放裂痕 然後放 暴擊 反正就比傷害嘛對不對 那不大不了 現在都放過熱嘛對不對 過熱打一發千萬 太陽要累積到上去也才百萬 而且如果他是像其他王一樣 會不斷不斷的放技能的話呢 如果他放個技能 放個獅王 放個那個轉王的話 那太陽就直接虐掉了 那守護的話也是嘛 那唯一能撐下來呢 就是只有過熱骰了 那我相信這種時候打趴傷的骰子 應該都會變垃圾啦 假設除非他的血量是有一定的有沒有 第一條血量是一百滴 然後第二條是一千 第三條一萬 然後慢慢很浮誇的數值 沉上去 這個時候打趴數的血量就有用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有一點慘就對了 又或是說他有沒有辦法 就是一整個團隊打BOSS 不過就不太可能啦 那個活動模式的話 我都覺得偏向於是單人 這個遊戲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雙人的對戰 對就是2v2之類的有沒有 或是說還有什麼其他3v3 1v1v1之類的有沒有這種玩法 很像都沒有啦 有一點可惜就對了 但是這個模式他終於出了 很像已經出了快要一年以上了對不對 那個Mark放在那邊很久了 一直想說到底什麼時候會了 到底什麼時候會了 觀眾問到最後都已經不問了 你知道嗎 都沒有問問題 哈哈哈 OK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給他到這裡啦 把你的想法留在下面 如果到時候有猜中的話呢 欸沒錯 我就把你的留言截圖下來 放在那支新影片旁邊一下 看一下有誰有猜中最適合的樣子 那這一次我就沒有猜啦 因為我的想法呢 不管怎麼樣 都會覺得跟球球一樣 我不知道欸 我的模式 我的思考已經被鎖在那邊了 很難有新的想法出現就對了啦 我個人硬要講的話 可能就是有沒有辦法一整個團隊 對一整個船員去打那個世界Boss 然後去累積 可能這樣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 可是這樣轉成是船隊Boss 欸有可能 對先打完世界Boss 然後呢再來就會有一個團隊Boss 團隊Boss呢每天打一次或每天打兩次 又要每天嗎 每個禮拜吧 每個禮拜打一次 然後大家每週累積起來的分數 到哪裡去累積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世界排名 一定會有排名啦 我個人覺得排名是不可能消失的 如果是打Boss這種東西的話 除非啦他真的有辦法破格 再想出一個全新的系統出現 但是我個人是蠻期待 阿滴的策劃就對了啦 每一次都會想出一些非常屌的東西 雖然說他的檢舉機制還是一樣的分 但是他的企劃我覺得確實不錯 只不過他這次拖的有點久啦 看一下官方很像是說到 10月11號才會去更新 所以今天才10月4號嘛 所以他這次更新等於是拖了3個禮拜 快要4個禮拜才把這個模式給他推出來 他之前有說他有說重做嘛對不對 等於是說他這段時間一個月內 又把這個東西給他搞出來再搞一遍 那就只能期待他 因為畢竟我們什麼事情也都不能做嘛 只能猜想 OK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也是 1 2 3 1 2 1 4